我們看到現在整個華航裡面 你可以看到 根本就是民進黨的一些 寄生吸血酬 都在那華航裡面 接岸就把火燒向華航高層 也讓華航溺鬥浮上檯面 我們都知道華航裡頭這個寄生 寄生家庭這個 共犯結構實在是太大了 你看這個邱章信 羅亞美 謝斯謙 你看牽涉到這麼多人 中間這一個神秘幕後藏鏡人 這個才真正最大尾的 然後旁邊邱毅人 邱毅營 陳菊 鄭文燦 各路人都在這邊 一把就責利劍 射中身家三級跳的華航空品部 副總邱章信 就是他負責免稅商品 同時他也是民進黨委員 邱毅營包帝 這把竟然還射中 曾經擔任民進黨邱毅人秘書的 華航資深副總經理羅亞美 根本一箭雙雕 這司焰案直接波及就到 小美跟阿信 但是逗下來你以為 一次可以清除兩個綠色權貴嗎 不可能 我跟你講錯 就算清除了這兩個綠色權貴 還有更多的綠色權貴要擠進來 敬愛讓綠營高層卡肥缺 醜陋面貌大曝光 讓議員更是戲稱 這根本是肥缺產業鏈 我們之前叫市公甘的 這個黑韓產業鏈 跟這個肥缺產業鏈 我們現在不知道 還有這個走私產業鏈 可是看來這塊肥肉 誰如果多咬一口的話 別的人眼睛可是會紅的 真肥肉搶地盤 引起內部不滿 外傳羅亞美秋章信 仗著民進黨執政 但把持大權態度 不滿怒火才從內部爆開來 就是想讓綠營勢令 打洗牌 記者綜合報導